第一屆澳門新聞記者會議舉行 吸引了多個國家和地區的媒體出席交流意見 政府發言人譚俊明說這類活動極具意義 當局一直都很支持外語傳媒 意義很重大 因為很多人以為我們回歸了之後 旁邊的記者或者英文的記者 他們的角色就會減退了 其實不是的 我們特區政府一直都很支持外語傳媒 對於修訂視聽廣播法和出版法 當局仍在諮詢各界意見 譚俊明說當局鼓勵市民踴躍發表意見 有好機會大家多說 就是我們多聽 所以我相信大家不需要擔心 我們是開放的 也是保持一個開放的態度 就可以面對這件事 譚俊明亦說政府發言人制度的建立目的是 為本路市民提供準確快速和透明度高的資訊 他認為制度已經運作一年多 成效都不錯 未來會繼續加緊和市民的溝通 澳門電視台記者曾孝宇報導 法定人數不足 法定人數不足